不管是时间、空、感、难 新冠肺炎疫情不只对许多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也改变了慈激人听闻佛法的方式 自疫情爆发后 马来西亚实施了行动管制令 让许多活动被迫暂停 由于无法群聚 志工们纷纷改在线上寻法乡 新山金山园联络处负责音控的慈激之工林永成 于是自去年开始 在自家开设了如是我闻的寻法平台 广邀各社区志工和民众大德 一起清晨如点早起上网 透过中午连线 和全球同步恭听正言法师开示法华经 经过一年多的经营 参与人数从原本的七八人增加到一两百人 而志工们也在佛法的长期宣讨下各有所得 专注聆听 请做笔记 当多数人还在训梦中 新山金山园联络处的志工于清晨五点 也透过线上精进文法来开启新的一天 今天上人开示前面有一段就讲到说 我每天文法要自我检视 每一句有没有法入心 然后生活工作有没有合法契合 这个很重要 我来得太迟了 如果你少一点来 你会做一个很不一样的女儿 你会做一个很不一样的妻子 你会做一个很不一样的媳妇 只要能把听到的佛法 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哪怕一句一句 学佛永远都不会太迟 我会觉得法很重要 因为它能够让我知道 如何在每天的人事物当中 如何去面对 尤其在承担的过程中 会起推转型的时候 不管自己怎样推转 现在最后还是谨记 一件事情就是 不能够断掉选法相 因为这是唯一 最后自己能够跟实际 跟上人有连接的一个方式 其实早上的时候 上人讲了法过后 然后又听了志工们的分享 在一天的生活里面 就可能会有帮助的 开示结束后 志工们继续留在云端 分享各自的文法心得 这一盏灯 往往我们就是把被给攀 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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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 鱼 给所盖的 昨天是着火 你看 那我就悟到 真的我们这个 攀撑吃慢鱼 假如是讲 没有 没有快点把它拿掉 真的是会找火 我早一点就看 在里面有哪一些呢 可以拿来刚才所讲的 有关系 短短的四分钟到五分钟呢 把很简单的 这一个我们不叫做 试验 或者呈现 然后呢 都能够 师兄 师姐 能够了解到里面 要表达的 那个所谓上人 所要传达的法 觉得开心 很发喜 因为自己从小学历也不高 所以对生智真的是非常的差 然后对于汉语辟音 也是不是很理想 但是自己还是鼓励自己还年轻 所以上半段没有学到生智 那么下半段的人生 就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再去争取人生的价值 因为有了善人的佛法 自己的习气之前是 也是很多了 包括自己讲话 讲话 也有我做 我慢 我傲 所以经过善人的佛法 每天为弟子们开施 慢慢慢慢就学会了 放柔自己的神口意 大家能聚在一起文法精进 背后有一位坚守岗位的 慈济之工林永成 他除了设立线上共修平台 也负责应控操作 每天风雨不改地 跟花莲竞丝精涉连线 让人每天就是这样子 这样早起来 拖着他的那个身体 这样子不断不断地 在一直呼吁 当时轻轻地一句话 但是重重地听入我的心 不同的社区来到这个平台 我们就是没有皮脂 没有分你我他 不分各个社区 我们都可以在同样个平台 讲同样的话 那么做同样的事 那个不是一个立体留意同心言 虽然志工们已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无法到新山慈济进司堂 以及各个社区的慈济联络处共修 但透过每天清晨上线 听闻正言法师开示佛法 志工们反而更加凝聚在一起 并把握了疫情待在家的时间 好好地充实自己 增长会命 大爱新闻 珍珊美之工 马来西亚新商报导